沒有經驗的感覺 一般的披薩 這很燙啊 跟它的花生醬的早餐店漢堡 完了 其實我想像得到 因為我看那個牛肉的樣子我就知道了 可是也沒有不好吃 這是不是好吃的早餐店漢堡 我覺得有一個很奇怪的點 為什麼它的牛肉排沒有牛肉味啊 它的肉完全沒有肉味 在關槍了啦 我還是不好吃啊 來啦 直接來啊 好啊 跳選啦 好 你說 選一個我覺得最難吃的 我們今天也沒吃很多個嘛 四家而已嘛 最難吃喔 對 好來 一 二 三 老闆怎麼了 你這樣好像沒什麼活力耶 為什麼 為什麼 怎麼了 我知道了 一定是旁邊這個歌 讓你很陰謀 既然這樣子 我們就有BGM了 我們來拍個 你覺得怎麼樣 好啦 我肚子餓了啦 走了啦 開場啦 同來先生 來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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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藍仙瑞 我們今天來到了關渡 新的夜市 市集啦 新的市集 其實我覺得這裡蠻像那個大稻城的耶 喔 我們上次有去拍 但太晚去 對 然後就沒有拍到什麼 然後我覺得這裡跟那邊超像 因為都是貨櫃市集 然後它就是也是都是這樣子 一樓是賣餐的 然後二樓呢就是風景區 對 然後我覺得蠻特別的是他們這邊一樣 它也有渡船是吧 好像是喔 欸 它那邊為什麼會有水車啊 水車 就是那個 那個 不是 水車 那個 那妳要不要去踩踩看 踩什麼 踩水車啊 那個不是讓水自己流的嗎 不是 是妳要去踩的 真的假的 假的 趕快吃飯囉 老闆 很餓囉 不要理你 那這個市集呢是 欸 五月還六月的 欸 五月的時候剛開的 嗯 然後我們沒有衝第一波 因為呢 人很多 對 所以我們過了幾個禮拜之後 現在馬上來看看 現在晚餐要吃什麼 欸 你看它很誠實 它就打卡咖啡 所以它就是專門只能拿來打卡 所以你要去它店門口打卡嗎 我真的 我真的很餓喔 有什麼好吃的 我們現在來決定一個主食好不好 好啊 我真的每次要跟你出來拍東西吃 然後我都沒有吃飯 我真的快餓死了 妳要在那邊怪東怪西 對 好大喔 哇喔 我覺得很不錯欸 妳覺得怎麼樣 都可以啊 妳看啊 妳想吃就可以先叫啦 妳覺得我們要逛完一圈再決定 還是現在就決定 我覺得嗎 現在就決定怎麼樣 帥一點 那來個分散 妳先點一個 對 我跟妳先點一個Pizza來吃 看要吃什麼 瑪格麗特跟莫西哥 好 一個瑪格麗特 好的 因為Pizza現做要20分鐘 所以我覺得妳再去逛一下看要吃什麼 真的有賣火鍋跟炸物欸 看起來好好吃喔 這間是個賣墨西哥Paco的 我跟你講 真的是大家來這裡一定要噴寶的 妳沒噴嗎 我有噴 還是有點癢 海鮮肥 然後它有酥一個餅乾 他說到吃到最後可以拿這個餅乾 然後去沾它那個醬 然後這樣包著起來吃 我看一下 特寫一下 它那個感覺很掉耶 聽說它這個是生食級的干貝 喔 生食級干貝 我最近有點喜歡吃酪梨耶 為什麼 不知道 我不知道哪根神經不對 就是突然有點喜歡吃酪梨 它應該是那種塔塔醬的味道吧 第一個 小章魚 我就有被吸到了 蛤 它其實裡面的料真的滿多的欸 就是標準那個味道 對 然後它沒有到太酸 所以如果怕酸的人好像是滿可以吃的 吃吃看 我覺得它好像一定要配上一口它的醬 酸酸甜甜的 嗯 那夏天吃好像滿適合的啦 還滿不錯 欸 重點是它干貝不只一顆耶 好多顆喔 然後呢 這一盒這樣子的話是 350 口味來說整體 我覺得正常吧 好了 我們要去拿我們的披薩 夠夠 還有走梅擠不過來 被味道我吸引了 你看 太香了 這一間它就是賣漢堡 我很難得會想吃漢堡 超多人排隊 對 因為我看到太多人排隊了 然後重點是它有一個就是我很喜歡的一個搭配 就是花生香配牛肉 超愛 我覺得我一定要來點一個 這裡也太多好吃了吧 重點是這邊其實平均等的時間都差不多欸 就是平均都是等10到20分鐘之間 沒錯 所以 然後所以就點了就會想要去點下一個 因為每個都要點差不多快20分鐘 所以我決定 所以妳等一下是一桌 對 沒錯 異國料理 沒錯 這邊很chill你知道嗎 超適合來一杯啤酒的 因為我這麼不喝酒都覺得好適合來一杯喔 真的 喔唷 怎樣怎樣怎樣 很慢慢欸 妳要上來找座位是不是 對啊 哇 上面很大欸 哇 很酷欸 而且月亮好圓喔 喔 真的欸 天啊 哇 很chill喔 讓我買一下 很chill喔 這樣子講起來感覺好像那個大稻埕那個 好像也可以再去拍齁 因為大稻埕那個我們那時候去拍的時候其實沒 我覺得是可以 只是說 我們不能太晚去 對 上次就太晚去了 對 然後 然後 它好像每一次不同的節日 然後 進駐的店家好像都會不一樣欸 嗯 對 他們好像定期一個時間 然後 那個 貨櫃裡面的餐廳好像就會換 哇賽 阿妳還在那邊很餓的吃 妳的異國料理全部都來了 妳要先吃哪一個 我要先吃這個韓式炸雞 我們點的是紅醬 應該就是最標準的 紅辣醬 因為它應該就是最基本的那個吧 就是 標準口味 對差不多說 好香喔 觀眾先吃 妳看好醉餓喔 好好吃喔 要不然你吃 沒有啦妳吃妳吃 我只問一下也 唉唷 唉唷 它很大塊 然後裡面沒有 沒有骨頭耶 怎麼樣 跟那個 跟那個什麼連鎖的那個 什麼 齊家雞 嗯 然後再咬一口 我剛才沒吃到它的醬 喔 喔 覺得不好吃 可是 沒有比較沒有傷害嘛 你怎麼讓我叫它的優點吧 好 那妳先想看它的優點 它沒有雞雞味 它沒有那個臭雞味 就是有一些雞肉它有那種 嗯 雞雞味 對就雞雞味 就那種雞肉的味道啊 然後 腥味 嗯 雞肉的腥味 但它沒有雞肉的腥味 然後再來是它的肉 很嫩 喔 對非常嫩 它跟齊家雞味道不太一樣的地方 酥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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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是酥在酥 嗯 然後跟那個皮 因為齊家雞我記得是外酥 內軟 對 然後它這個的皮其實 我一講你們應該就知道這是什麼皮 派客雞排 沒有骨頭的派客雞排 這個就很明確吧 對 因為齊家雞那個 一吃就會 真的是會屌住 可是它每一塊真的都很大塊 真的很大塊 Claus 羈下去 可是很好吃啊 對他們有好好吃 嗯它好吃 但是如果它跟羈家雞比起來的話 我還是會選羈家雞 我們就是如果羈家雞的分數是九分的話 這個我覺得大概是七分七點五分左右 差不多的左右 那它外皮是不是有點像派克雞排的那種鍋皮 對 它比較厚一點 對 然後皮跟肉比較沒有match在一起的那種感覺 它比較像是兩個分開的東西 對 我來說它的缺點就是皮太厚了 我最醜的 最醜的最後吃好不好 最醜是什麼 漢堡啊 好 瑪格莉特 經典口味 哇哇哇哇 它皮有點硬耶 但它算薄 薄皮的披薩 我這個是有加Double Cheese的喔 嗯 所以它起司比較多 嗯 然後再吃一口 靠野 沒有驚豔的感覺 一般的披薩 它皮滿硬的 嗯 但有點像它很香 然後再來是它上面就是 有加的那個香料液 嗯 香料 香料 我覺得還蠻特別的 因為它的香料味比較強烈一點 像很多Pizza他們那個香料粉 都是粉而已 嗯 然後就一麥一麥 但是它是那種香料液 我覺得味道會比較重一點 我有一口看看 嗯 你講得這麼拼 你 快點 好選好喔 屁啦 我覺得你最近越來越不尊重我欸 你最近越來越 開始質疑我介紹東西的方式 沒有 我覺得你有質疑 我不是質疑 我是想說 真的假的 這麼無聊 就是這麼的一般喔 對啊 不是啊 因為你很明顯啊 你只要好吃你就會這麼美了啊 那你覺得咧 靠靠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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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靠靠靠 差不多 真的對我來說 從前它就是及格的Pizza而已 對啊 它就是能吃的Pizza 就今天大家就斟酌啊 它皮很硬對不對 就是能吃的Pizza而已 對我來說 如果你是那個 你想要夾醜吧 配啤酒 這個是可以選擇的 它的那個邊邊皮算好吃 嗯 蠻像那個 有一種很像法式那種棍棒的那種餅乾 我覺得這還蠻香的 真的是蠻適合配啤酒 嗯 整起來吃 一般 Yup 來了 保險套 不用了吧 我們手都已經沾到了 大漢堡 漢堡加薯條的配置 欸你漢堡已經喜歡自己有加芝麻 還沒加芝麻了 你說上面的麵包皮嗎 我跟你講 我覺得不是分那個什麼 芝麻不芝麻 而是要那個麵包的體好不好吃 就像麥當勞 你有沒有吃過它有兩種漢堡 有一種是粗粗的 有一種是比較貴的 它會出來的漢堡 然後另外一種就是一般 你點那種一般的漢堡 一點一點的 對對對 我就會那兩個漢堡就會有差 我就會比較喜歡吃貴的那種漢堡 因為它不會吧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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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麵包 我們入麵包 你確定不是心態問題 它如果那個客製的話 賣相機可以加那個麵包 我就可以選那個麵包皮 我覺得它是心理狀態問題 因為它比較貴 我覺得我吃這個會蠻醜的 沒關係啊 好 大家看你醜也不是第一次 來囉 紅來仙山 好了 各位 謝謝 不要急 我還沒吃到肉 哈哈哈哈 我想說看你還沒皺眉 不是因為我沒吃到肉 是成分啊 它的花生醬的早餐店漢堡 完了 其實我想像得到 因為我看那個牛肉的樣子 我就知道了 可是也沒有不好吃 這是好吃的早餐店漢堡 我覺得有一個很奇怪的點 為什麼它的牛肉排沒有牛肉味啊 它的肉完全沒有肉味耶 我覺得我會可以 生氣 如果下一次我再來 我真的是會 抱起一個吃氣氛而來 哈哈哈哈 完了 欸對耶 我們剛剛吃下來 目前這種 韓式我覺得算是 可以過的 不要跟齊家雞比喔 哈哈哈哈 我覺得可能他們的價格不低 所以我對他們 抱的價值就會比較高 因為基本上我們點的 全部都餐廳價 差不多都有三百左右 對啊 兩三百塊啊 對 都是兩三百塊的價格 那這樣子的價格 我就會覺得 嘖 有一點 對 就是這個價格 然後但是它是 早餐店的漢堡 好狠毒啊 我覺得我好像 可以吃點其他的 但是 這邊是吃風景 呃 好 可以嗎 買單嗎 可以吧 就吃個氣氛 對啊 其實我覺得 假日跟朋友來這邊 其實也挺show的 就是你看 看這邊的河景河岸 然後在這邊 就是看著這些小吊燈 然後聊天 喝著啤酒 就其實蠻舒服的 你是不是在衝三小啦 為什麼它不會 噹噹噹 我怎麼覺得 你剛剛笑得有一點諷刺 你是不是帶著看笨蛋的 對啊 我全程都把你記錄下來了 觀眾都看在眼裡 對 我們剛剛吃飽 有點飽 然後陶哥說 我先來這邊 看一下船 今天心情不太好 哇 你在這邊好像 月光騎士喔 我是月光騎士 我想說你在那邊跳 你都還沒等我講完 就開始跳 我以為你也要說什麼 越南風景之類的 背景音樂確實是 就是一直在伴奏啦 所以我想說 我要這樣奔跑啊 越南風景不是都這樣奔跑嗎 哇 它可以搭船的啦 它可以搭船游河看夜景 所以你就不用自己游過河了 是這樣嗎 不然你去游啦 我搭船在旁邊幫你排 怎麼樣 淡水美人魚 淡水美人魚 還是要當淡水無鍋魚 為什麼是無鍋魚 我真的覺得我在你口中 沒有任何好的東西 我現在是烏龜 然後一下又是巨鳥 然後又是無鍋魚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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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第一句話 我是說美人魚 你不能只聽壞的 不聽好的啊 但我通常聽到大多數都是壞的啊 那我以後就把壞的跟好的融合在一起 無鍋美人魚 為什麼 我以後都聽不出它的好色 哪裡有一艘啊 那一艘綠色的啊 綠色RGB那一艘啦 就是妳花錢搭那艘啦 那它怎麼繞 繞這樣一圈啊 可能吧 maybe吧 可能繞一圈啊 然後看不看得到那個啊 淡水美人魚啊 這裡啊 你是蜈蚣沒人魚 那還像咧 哇靠 哇靠 告訴我這心情很不好喔 哇海鄉都出來了 不是我今天真的餓了一整天 然後原本想說來這裡總會是好吃的東西吧 那真的是這樣吃下來我覺得 真的唯一比較可以吃的就是那一個 炸雞 然後其他真的是 我覺得這裡環境很好 然後它的規劃其實也挺好的 然後再加上這邊的就是 夜景啊 然後像關路橋 其實這樣看過去我覺得晚上也挺美的 對啊 然後再加上這邊你看晚上還可以這樣子 就坐船然後看夜景 其實我都覺得挺棒的 但真的唯一的缺點就是 食物真的還好 要加強 對再加上它的價格真的是不便宜 平均都300左右 講到這我就很生氣 對 就是其實不太便宜這樣子 但是我覺得這裡真的是蠻適合來跟朋友一起 就是小聚啊 然後或是這裡的氛圍其實都是挺棒的 而且就是排除旁邊的阿嬤在唱歌以外 其實算蠻寧靜的 我幫妳跟阿嬤講 嘿嘿嘿 不可以 所以我覺得其實大致的氛圍我就覺得很棒 沒有啦老闆 不要再關牆了啦 來啦 直接來 好啊 跳選啊 好你說 直接啦 選一個我覺得最難吃的 我們今天也沒吃很多個嘛 四家而已 好最難吃喔 對 好來一二三 漢堡 喔你是披薩 我是漢堡 為什麼 我已經不能說出了我跟你講喔 好你收 我不想通極太多 好 但350元這個價格 我真的不如去吃麥當勞 我還可以再點一位冰炫風 我還可以加雞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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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能那個四成漢堡 我可以變成八成漢堡 你看 屁啊八成漢堡 媽的那個真的是 喔 講到就很氣你知道嗎 好那我講為什麼我選披薩 他的那個皮真的實在是太硬太厚 然後你說瑪格麗特 瑪格麗特不是基本上是蕃茄嗎 蕃茄應該成本也沒有到很貴吧 完全沒有蕃茄味 連蕃茄醬的味道都沒有 他就只有香料味 然後跟很濃的起司味 跟很硬的皮 對 所以我就覺得 以那個價格我覺得不高 但吳郭美人號走了耶 好 好 好 我現在吃木吧 然後心情又很糟喔 我跟你講 哇好的給各位看一下齁 這個老闆落末 不是老闆 這隻美人魚落末的 不是美人魚 這個無垢美人魚 落魄的背影 跟很漂亮的我們的市集 看來今天只能這樣子了啦 對不對 郭宇 我是不是該結尾了 我不要 我神經病 好啦 綜合以上 今天就是我們來到關渡市集 那我覺得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來過 那我自己覺得CP值不高 真的必須說CP值不高 希望他們能再進步 對我希望他們可以再進步 因為其實我覺得這樣很浪費這邊的環境 然後跟這邊的就是設備啊什麼之類的 而且我剛剛看到旁邊有那個噴水池 超多小朋友那邊玩得很開心 真的喔 對而且重點是超多小朋友喔 是超多喔 所以我覺得其實這個環境真的是很棒 但是食物真的是有待加強 我覺得可以變得更好 OK 好啦大家有沒有來過關渡橋市集呢 如果有的話你們都直接什麼 底下留言給我 或是你們在這邊 有什麼樣的體驗可以底下留言給我 那希望我去拍什麼樣的影片 去哪裡看看的話也可以在底下留言給我囉 好影片到了最後 別忘了幫我訂閱加關注記得開啟小鈴鐺 還有點下我的IG 我是下支影片見啦 掰掰 掰掰